沒有錯主播 南非商業之都約翰尼斯堡的居民 在當地10號早上一起床 看出窗外就發現外面變成雪白世界 屋頂和樹木上都覆蓋一層薄薄的雪 許多精細的民眾紛紛衝到戶外玩雪 一座幼兒園裡的孩童呢 是興奮地躺在雪地上畫雪天使 還滾出一顆巨大雪球 並記錄下難得一見的雪景 像你能看到的雪 是一件事不可能 每次的雪都在煮沸 真是驚訝 天氣看得很美 這不是正常的 但非常冷 我記得我們第一次雪是在2012年 所以這是一個很美的經驗 約翰尼斯堡的海拔超過1700公尺 加上現在正值南半球隆東 也就是冬天最寒冷的時候 但雪在這座城市相當罕見 南非氣象局指出 上一次出現這種美景 是在2012年和1996年 另外氣象局還表示 南非的南部各地都下起雪來 而且預計會下一整天 東開埔省和瓜族魯納他省的高海拔地區 也有降雪情形 不過南非當局警告 降雪恐怕會影響交通 道路可能會因此封閉 而且低溫有可能造成危險 呼籲民眾保暖要做好做買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HazementTV 我們在做賬良只要貸